大家好 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中国亚马逊和EB电商如何利用 E-Macros通信平台和买家之间进行通讯 这样以增进买家和对卖家之间的信任度 以便提高产品销量 在中国大家都是用微信 在北美一般用户都是用Facebook Messenger 我们的系统就是提供微信和Facebook Messenger之间的一个桥梁 首先我演示一下如何在微信中订阅我们的公众号E-Macros 首先打开你的微信 然后点击Contact 然后点击Object Account 然后在Object Account 点加 然后输入E-Macros 然后搜索 你会发现E-Macros 然后点击Follow 这样的话 您就是Subscribe我们的公众号 一旦Subscribe公众号 你就会看到欢迎关注我们 然后底下有两个Button 一个是Select 1-5 另外也是Compon Yes or Low 另外这个就是切换输入和Button切换 一旦您订阅了以后 您的买家就可以通过他们的Facebook Messenger进行搜索到您 同样您的买家在他们的Facebook Messenger也需要搜索 E-Macros公众号 一旦输入E-Macros 立马会找到E-Macros 然后他会选择这个 一旦他进入以后 一旦他进入以后 他可以通过命令 来搜索 名 比如说 S 到了S表示搜索 搜索 比如说搜索 Steven 行 然后搜索 命令里面呢 有三种 一种是 这是包含的意思 如果这个是表示 这个用户名或者是别名里面 以Steven开头的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 以Steven结尾的 我现在搜索是 以Steven开头的 然后他就会看到有两个Steven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是WeChat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这个应当是 Facebook Messenger 账号 然后 点击 如果这个 买家点击这个 然后 系统后台就会 给您发个通知 他就会看到 We send a request to 这个人 Let's wait for confirmation 然后 当时您 就会收到一个 request 就是某某人 这是他的照片 某某人 想和你聊天 如果选择yes 的话 表示确认 然后您就点这个 然后您 confirm 选择yes ok 一旦您选择yes 以后 然后他就会收到信息 就是你已经接受他的聊天请求 这样的话 你们之间就可以通信 你可以 他可以 发一个hello ok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然后他发过的信息 我们还有功能 就是 语言的功能 比如说您输入 是language 他会显示中文 英文 西班牙语 日语等 比如说 我希望看到的是中文 我就把这个 我的语言写成中文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 你的买家如果输入 这个你的买家如果输入 画有多云 然后您看到就上面是 啊 他的就问候 如果说您要回的话 这个 这个 他也给设 然后这个人 他也给设 不设 那是 难过一 这样的话 这个人就选择英语 就说我很好 这样的话 他看到就是 I'm very good 就自动翻译成这个 如果他选西班牙语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 因为这个 这个买家他没有使用那个别名 别名就可以把这个命令输短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 然后您输入中文 然后他看到就是一个西班牙语的翻译 他输入西班牙语 然后您看到输入 您看到是 就是中文 非常感谢 这是西班牙语 OK 你们之间可以通讯 语言通讯是没有的 另外您还可以 发照片 比如我发个照片 比如我发一个 你给他发一个照片 OK他就立马会收到一个照片 如果是他给你发一个照片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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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给你发一个照片 OK现在大概介绍了相互之间如何通讯 现在我可以显示一些 我们希望有一个有一个help 这个可以显示所有的命令 这里面 fine search 我们已经找过了 search 比如找某个人 比如说他找你们 比如说他找你们 就是这个通过到了S搜索 然后比如搜索 这个包括你的姓名 还有别名 还有城市 还有州平台 因为我们这个支持 目前支持微信和Facebook Messenger 以后可能会支持i Messenger 就是这个项目搜索 add 就是添加朋友 least 就是 low discover low discover 表示我现在很忙 我不想让别人就拼我 我就说 low discover 10分钟 表示10分钟 让别人在那里请求给你 然后如果是我设成low discover zero 这样的话别人就可以再给你发这些情调 这个alias很重要 alias就是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命令fine 改成f aliasf f f 这样的话你敲你不需要 敲 $fine 你直接敲 $f 就可以了 比如说 $language aliasf lain 然后 这样的话你就是 0 表示 就是 把你目前的 language cleared 2 就是set 当前的language 做简单的 接力中文 sorry 然后restop 就表示把所有的command 都清掉回到 默认值 还有一个 这个命令表示 就是可以检查您的状态 比如说 您的prep 字 如果help 名字是help 当然也可能 前进程 到了h 作为help 然后这显示 你现在跟那个Facebook 这个人在交流 OK 大概就是这样了 谢谢